捕尸者无人机螺旋桨放在后面 喷火式战斗机螺旋桨放在前面 亚当A500一前一后都放着螺旋桨 这我就有点搞不懂了 他们为什么要把螺旋桨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对飞机的飞行来说有区别吗 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先说结论有区别 而区别在哪呢 我们这就展开 先来确定一个概念 那就是根据螺旋桨位置不同和作用的不同 它们分别被叫做拉动式 推动式和推拉式 你能把它们各自的螺旋桨位置对应起来吗 其实很简单 螺旋桨在前面时呢 感觉就像是在拉着飞机跑 所以它就是拉动式 推动式就是螺旋桨放在后面 推着飞机跑的模式了 至于推拉式 根据这个逻辑咱们也应该都知道了吧 好那就一个个来讲了 拉动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设计简单制造省钱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来说 螺旋桨在哪儿 就把发动机也放在哪儿 是最经济实用的选择了 如果中间搞出一大堆复杂的传动机构 既增加重量又增加成本 是没有几家飞机会这么干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对飞机上最重的大火宝 究竟该放在哪儿 才能最有利于飞机的飞行稳定呢 答案就是在重心附近 飞机的重心一般都是位于机翼附近 而机翼为了能够拉开同尾翼之间的距离 以制造出足够的操纵利弊 所以位置一般都是比较靠前的 那么把螺旋桨带发动机放在前面 就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操作了 基本上这样做之后 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重心不稳定方面的顾虑了 自然是省了很多的事和很多的钱 看起来很好对吧 但其实它的缺点都隐藏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 比方说最重要的一个 引擎效率不够高 因为被螺旋桨推向后方 用来产生反作用的力 会一路撞上很多的障碍物 发动机机翼 驾驶舱尾翼等等 使原本的力量被大大的削弱了 为了改进这一点 就需要还上更大的螺旋桨和更强劲的引擎 但是这又增加了飞机的整体重量 所以相当的尴尬 只能折中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将就了 另外一个无法忽视的缺点是 因为整架飞机都位于螺旋桨所造成的空气 团流之后 就会让它经受更为明显的震动影响 而且随着飞行速度和风速的变化 这种震动也在随时变化 并随时对飞机的飞行稳定性造成影响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能够察觉到这些改变 并主动做出调整来稳住飞机 但对于下面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的 需要自动驾驶的无人机来说 就很难去适应和调整了 这种只能意会来言传的感觉的东西 你要用代码把它写出来 还真是不太现实 好了 正好我们就借此来切换到 讲推动式的螺旋桨布局方式了 它有什么好处呢 接着前面的讲 就是由于螺旋桨这个时候放在机身后面了 它推出的空气谁也碰不到了 一是大大增加了引擎的效率 加同样多的油可以飞更远的距离 推动同样大的飞机 可以用更小更轻的引擎 二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湍流对于机身的影响也就不再有了 所以飞行的稳定性更高 也让自动驾驶更容易实现了 这就是为什么捕食者要选择 将螺旋桨放在后面的原因了 其实不止捕食者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无人机都是这么干的 当然螺旋桨放在后面 对这些侦察机来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 那就是把头上面控出来了 不管是装上眼睛还是按上雷达 都有了最好的视野 同理对于观光用的飞机来说 也是可以装上360度无死角的透明座舱了 另外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好处 就是滑流效应 消失了 什么是滑流效应呢 就是当螺旋桨转动起来之后 它会把空气也带着转动起来 所以如果把螺旋桨放在前面 就等于是它推出的空气不仅是在往后跑 还是在绕着机身往后跑 当绕来碰上垂直尾翼的时候 就会给它一个侧向的力 让飞机偏离原来的航向 于是飞行员就要不停地跟滑流效应做斗争 不停地补偿飞机的偏航 大大增加了操纵的难度 但是你想推动式就没有烦恼了 飞机的控制面都是在这段绕圈圈的气流前面 一点影响都碰不到嘛 但其有好处吗 嗯 缺点依然多多 咱们减重点来说啊 一个是 虽然螺旋桨造成的吞流影响不到机身了 但这回螺旋桨自己却被吞流影响到了 因为进入螺旋桨的气流都是先经过了机翼 或者尾翼的扰动了的 所以就会让它自身的震动变得明显 尤其是那些装在机翼后面的螺旋桨更是遭殃 因为从机翼上表面和下表面吹过来的风速度还都不一样 震动就更加剧烈了 这样的话就对连接它们的机身结构强度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怪不得早期很少有人敢去尝试了 第二个问题啊 由于螺旋桨和发动机都放在了后面 所以中心自然就靠后了 为了平衡啊 机翼的位置呢也必须要往后调 结果就是机翼和尾翼靠得太近 利弊变小了 飞机的控制性和稳定性开始减弱了 怎么办呢 就只好引入压抑来辅助了 但压抑是一个静不稳定的结构 也就意味着你要是不能一直去微调和控制它的话 飞机是不会自己稳定下来的 当然现在我们有了飞控电脑 可以交给它来自动控制 但是放在以前呢 又是一个阻止工程师去尝试推动式布局的门槛了 剩下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啊 比如螺旋桨在后就让飞行员的弹射逃生 变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比如原本可以依靠螺旋桨来自动降温的发动机呢 现在变到螺旋桨的前面去了 于是散热也就成了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比如起飞和降落时都容易屁股朝下 螺旋桨因此也更容易遭到损坏等等 当然这些问题到了现在呢 也都是有解决方案的 无非是麻烦点罢了 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能理解了啊 到底是把螺旋桨放在前面还是后面 其实是没有什么对错的 这跟时代用途经济都是有关系的 在最适合的地方用最适合的设计 才是有意义的 对了 还差一样没错 那就是前后都有螺旋桨的推拉式了 它又凭什么存在呢 我觉得啊 它应该是结合了一些前两者的优点 并尽可能去掉他们的缺点的产物 比方说啊 重心你现在是不用担心了 汎流影响也肯定是减小了 前拉后推效率也是增加了 最主要的是啊 可以克服只有一台螺旋桨带来的一个致命问题 转举 就是螺旋桨总是想把机身朝相反的方向 转过去的趋势 这很危险啊 而两个螺旋桨朝不同方向旋转呢 正好就抵消了这个力局 所以我想啊 这个可能是推拉式很重要的一点了 好了 我是火箭叔 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留言跟我互动吧 是的 直升机的旋翼在转起来之后呢 并不是规规矩矩的稳在一个平面上 而是群魔乱无私的 摆来摆去的 不仅上下摆 甚至还要前后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足蜻蜓 我想大部分人都玩过 当我们把这种左右跃片角度相反的 蒋叶旋转起来之后呢 它就能够垂直飞起来了 是不是像极了直升飞机的原理 但问题是 你看足蜻蜓蒋叶跟旋转轴之间 结构如此简洁 那直升机的蒋叶跟它的旋转轴之间 怎么就长得那么复杂呢 甚至连个玩具遥控飞机也是这样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叔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可能你会说 因为足蜻蜓只会上下 而直升机除了上下 我们还要让它前进后退 左右移动啊 不得想点控制它的办法吗 所以这就让连接起旋转轴 和蒋叶之间的结构 复杂了起来嘛 对吗 肯定是对的啊 当然我们假设 有这样一种新型的直升机 蒋叶跟旋转轴 就是像足蜻蜓那样 简单的直接硬连接在一起的 只不过旋转轴的方向 是可以改变的 想要往前飞呢 就把旋转轴往前倾 想要往后往左往右飞呢 那就把旋转轴往后 往左往右倾 不就可以了吗 让我们排除这里面 在设计上的所有不合理性 请问 真要有这样的直升机 它能飞得起来吗 随着蒋叶 我们还是专一点 称它为旋翼吧 加速旋转了起来 这架另类的直升机呢 也开始慢慢的向上升起 简直跟竹蜻蜓一模一样 好 在获得了一定的高度后呢 我们要让它往前飞 跟之前说好的一样 我们开始往前倾斜旋转轴 于是直升机也的确开始向前移动了起来 此时我的内心是激动的 一向伟大的发明即将在我的手里面诞生 但是等等 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啊 它怎么 怎么有些不太平衡了呢 哎呀 它怎么就控制不住再往侧翻了呢 怎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旋翼跟旋转轴硬连接的后果了 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呢 我们需要稍微补充一下直升机是如何获得升力的基本知识的 直升机的旋翼呢也是一种机翼 只不过跟固定翼飞机的机翼运作方式不同吧了 但产生升力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机翼的升力主要有两种来源 异形带来的压力差 引脚带来的反作用力 咱们了解到这就可以了 要是再往升力的话 连科学家都还没有真正完全搞懂呢 不相信吗 可以看看我的这一期内容 好了 说回来啊 第一种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由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形状不同 所以导致了上下表面空气流速的不同 上表面空气流速更快 而下表面空气流速少慢 根据不努力原理呢 这样的流速差就产生了压力差 下表面压力大 而上表面压力小 两者一减下表面还有余力 于是就能把机翼往上抬起来了 速度越快造成的压力差也就越大 于是升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 而第二种 引脚带来的反作用力 什么是引脚呢 引脚又叫做公脚 是指机翼的前进方向同它的弦线之间的夹脚 它和升力之间的关系是 引脚越大升力越大 反之亦然 当然引脚过大的话也可能会带来失速的 这个咱们在这儿就先不讨论了 带着这两点知识回到直升机上面 我们会发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悬翼在直升机头上旋转起来时 一侧的桨叶在往前走 而另一侧的桨叶在往后走 它们分别叫做前进叶片和后退叶片 当直升机悬停不动时 这还没什么问题 而当直升机往前移动时 问题就来了 因为此刻在悬翼身上 就要加上一个相对运动了 对前进叶片来说 相对速度相加之后变得更大了 而对后退叶片来说 相对速度相减之后变得更小了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的 机翼产生升力的第一点吗 对于同样的异形而言 速度越快升力越大 这就意味着前进叶片 比后退叶片产生了更大的升力 从而在这样左右不平衡的升力影响下 直升机开始快乐的做起了翻滚运动 直到追击或者是停止前进 而这两者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那该怎么办 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 让旋翼能够自由的上下挥舞 是的 直升机的旋翼在转起来之后 并不是规规矩矩的 稳在一个平面上 而是群魔乱无私的摆来摆去的 不仅上下摆 甚至还要前后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在讲页的一根部位 会设置一个水平的轴孔 然后通过插销来将它与旋转轴连接在一起 这个结构叫做挥舞角 也叫做水平角 它可以允许讲页在一定幅度范围内上下浮动 这样一来 讲页在前进时 由于升力增加 自然就会向上挥舞 于是其运动的实际方向 不再是水平 而是斜线向上的 讲页实际的引脚 也由于这样的运动而减小了 升力降低 讲页在后退时 升力不足开始 自然的下降 于是实际引脚就增大 升力变增大了 这样一减一增 正好平衡了原先的升力差 使直升机既能平稳的飞行 又能够快速的前进了 不过讲页这样上下乱窜 就不会打到机身上吗 不会啊 由于离心力的存在 讲页会有自然拉直的趋势 因此不会在升力作用下 无限升高或者降低 也就是说 讲页的挥舞幅度不是无限的 再加上工程师在机械构造的设计上 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而保证了讲页的挥舞 不至于和机体发生碰撞 好了 这就完了吗 还没有啊 尽管通过挥舞角 解决了直升机侧翻的问题 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身也带有问题啊 那就是每当讲页上扬或者下压时 其重心的位置 都会往旋转轴的方向移动 引起颗里奥利效应 产生出颗式力局 这个真的很难解释清楚 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类似于原地旋转的花样滑壁 运动员收缩双臂 就能够转得更快一样 这里的科式力局也会拉着旋翼转的更快 关键是它还是在不断变化的 如果就这么放任着它 不管的话 旋翼转的忽慢忽快的 很容易就造成损伤了 那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用摆正角 也叫做垂直角 就是在讲页的根部 再设置一个垂直的轴孔 通过插销来与旋转轴的其他结构相连 这种连接方式允许蒋叶前后小幅度的摆动 从而解决了我们以上说到的科式力局的问题 它是这么干的 当蒋叶前行时收到的阻力较大 由于摆正角允许它在水平方向上前后摆动 所以它就会沾的向后白变得稍稍戴上一点后掠角 这样就变相增加了蒋叶在气流方向上的抛面长度 加强了减小引脚的重 从而对科式力局进行了补偿 而当蒋叶后退时 阻力减小 蒋叶反而会超前于旋转轴运动 形成一种前掠的样子 这当然增加了蒋叶在气流方向上的抛面长度 加强了增加引脚的作用 补偿了科式力局 就这样 有了挥舞角和摆正角直升机才能够在空中淡定的站稳角了 而它们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 这样连接起蒋叶和旋转轴的结构 怎么看起来就那么复杂呢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接下来我还会把一些直升机相关的有趣知识分享给你的